大家好 本期的做次西餐节目呢 给各位朋友介绍一款西式牛肉面 应该讲 牛肉面对我们各位而言 可谓是再熟悉不过的厨师了 本人呢 也是牛肉面的狂热爱好者 什么红烧牛肉面 牛腩面 康师傅牛肉面等等 都是我的最爱 但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所喜爱的牛肉面 往往由牛肉面中的肉汤太浓 成为我们只顾口味 而忽略健康的一个焦点 据说啊 各种浓汤喝多了 吃久了以后 会促使肠道的油脂过分 从而导致各种肠道和胃部疾病 而且由于浓汤面的含糖量过高 非常容易引发糖尿病 回想起来啊 之前我的一些类似的病因 或许呢 也与此有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啊 如果我们在外面糖食牛肉面 万一呢 在一些不知名的餐馆里 吃一些所谓的便宜的牛肉面 或许呢 还会遭遇到假的 或人造的牛肉 那就更加令人生畏了 下面呢 让我们看一段 有关人造牛肉面的视频 市场上的假牛肉 是怎么做成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可以吃越来越多的美味食物 但是 很多人吃了 就不那么放心了 因为 现在食物经常有问题 很多人不知道 牛肉也可以造假 食用的原料不是牛肉本身 而是猪肉或者鸡肉 众所周知这些肉 比牛肉来得快 价格也便宜很多 然后在处理的过程中 添加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添加剂 当你在吃它的时候 它尝起来就像牛肉 让自己完全不知道 从牛肉的外观到牛肉的口感 很难鉴别成品 还有一个假牛肉 这是人造牛肉 整个过程都是假的 食用的材料根本不是肉 蛋清和糯米粉加工后 加入一些味精的添加剂 倒入调料后 做成牛肉的味道 虽然这种事情已经被严厉打击了 但是仍然会有聪明的黑心人 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避免被欺骗 当然了 上述这种人造牛肉的情况 还是极少发生的 但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千万不要因占小便宜而吃了大亏 另外就是 我们在喜爱牛肉面的同时 偶尔也可以换换口味 看看西式牛肉面的做法 尝尝西式牛肉面的口味 下面呢 就让我们看看 今天的这一款西式牛肉面的做法 先呢 让我们准备好牛肉和意大利面 也就是意大利通心粉 准备好平底锅 放入黄油 让其在锅内融化以后 将切好的新鲜牛肉倒入锅中 进行简单的翻炒 让我们看呢 美国的牛肉还是非常新鲜的 这种牛肉啊 非常的嫩 简单的翻炒就可以了 随后呢 加入少许的盐 辣椒面 胡椒 再放入一些切好的洋葱 放入一些蒜末 继续的进行翻炒 为了增加色彩感呢 再放上一些西红柿丁 胡萝卜条 和一些青椒 然后呢 继续进行翻炒 为了调味啊 放入美国人最喜欢吃的 番茄酱 继续的进行翻炒 炒到一定程度以后 加入少许的水 几量呢 刚没过菜即可 然后盖上锅盖 进行焖煮 焖煮 15分钟以后啊 我们再将意大利通心粉 倒入其中 继续的均匀搅拌 盖上锅盖 盖上锅盖 再焖煮个10分钟左右 看一看 焖煮的程度怎么样 焖煮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 我们再加入 我们再加入 起司 这种干起司呢 就是意大利著名的 马扎罗 然后盖上锅盖 使起司呢 充分的融化 这样 一款鲜款可口的 西式牛肉面 就大功告成了 让我们尝一尝 它的味道究竟如何 对于西餐呢 我们很多中国人 通常呢 不习惯 最主要的呢 就是它的味道 其实 任何的习惯 都是一个从不习惯 到习惯的过程 从我自己的亲生经历来看呢 一开始啊 也吃不惯 但吃时间长了以后呢 慢慢就习惯了 反倒觉得呢 别有一番滋味 这种做法啊 不仅改变了口味 而且呢 改变了健康 通常来讲呢 口味 是可以直接反映出来的 而健康呢 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慢慢地体现出来 从潜移梦化中 寻找健康的源泉 应该是健康饮食 需要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 好吧 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介绍到这里 欢迎各位 点赞 转发和关注 谢谢各位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